这便宜的便当就来看到是在桃园市警局的员工餐厅居然可以吃到这60块钱便当 午晚餐呢一个主菜再加上四样配菜统统只要60元 而随着负责营运的活委长呢范阳龙的退休 特地现在推出了双主菜便当 售价一样维持60元不便 菜一主菜 便当一个个排排好一大块排骨加上四个配菜 这样一个便当在桃园市警局的员工餐厅只卖60元 我们带几个 11个 11个 对 三次吗 第一次 第一次 看新闻才知道 高西匹市便当60元价格已经维持20年不便 平日也吸引不少市府员工团购 不过餐厅的重要推手 主持营运的活委长范阳龙将于今年的7月16号借铃退休 1号市警局举办退休慰绕会 特地推出了双主菜便当 限定满便当仅此一天平常还是卖的一主菜四配菜 但也吸引不少警局周边的市府办公员工前来购买 料实在便宜 便宜 一个礼拜大概吃几次 几乎每天吃 多可能是我们这周边 就是说警察局里面的员工 其实说还可以接受 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的也蛮干净的 蛮卫生的 平常10点多开始 餐厅员工就开始准备预定的便当 将近中午10分开始陆续有员工来临卖 市府员工只要凭着服务证就可以进来购买 虽然火委长接龄退休 不过60块便当还是会继续卖下去 他将会担任一个月的伙食团顾问 传承经验给两位新近同仁 让高西皮纸便当继续飘香 记者王小华 桃圆报道